在曼谷近郊的大城府恐惧艺术中心 有一种与泰斯截然不同的动态魅力艺术 恐惧正在上演 快来快来 舞台上表演开始了 现在正在演的是泰国的传统剧恐惧 就好比咱们国家京剧是国粹 恐惧也是泰国的一种文化瑰宝 赶快入座了 恐惧最早起源于400多年前的大城王朝时期 是泰国传统文化的代表 融合了舞蹈 音乐 武术等各种艺术形式于一身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这近距离看恐惧真的还挺惊险的呢 因为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是一个非常激烈的打斗场面 我刚才看打到累的时候两个人还会抹一把汗 恐惧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 它只有一个剧本 剧本讲的是帕老王子在猴王哈努曼的帮助下 战胜魔王托萨救出公主西达的故事 好战吗 虽然没有旁白 但是我其实能够很明白地看清楚剧情 现在这两个角色 一个是正面角色 一个是反面角色 哇 高难度动作 你看这个戴白色面具的应该就是猴王 你看他果然伸手敏捷 蹭的一下就站到了另一个人身上 哇 太厉害了 戴紫色面具的就是魔王的手下 你看他果然不是猴王的对手 三下两下就败下阵来 恐惧中的猴王形象 象征着正义 机智 勇敢 在泰国就像中国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一样 家喻户晓 恐惧的另一大特点就是假面面具 除了男女主角 其他人都要戴着面具 面具设计或显华美或显奇异 有些甚至带着令人生畏的猙獰之感 从假面面具到精美的戏服 还有美轮美奂的舞台道具 都凸显着恐惧的精致细节 恐惧的第三个特点就是没有台词 有些篇章会有旁白唱曲介绍故事内容 主要还是靠演员的舞蹈动作展现剧情 恐惧的每一个舞步都有特定步伐 加上手势来表达情谊 一般演员从六七岁就开始学习 练习十来年才能够登台表演 今天来到这里 我也有幸找到了两位年轻的恐惧演员 让我详细了解恐惧的表演方式 刚才在看恐惧的时候 我发现好像恐惧表演者 表演的过程中是不出伤的 旁边只有背景音和一些旁白 这个是一直都是这样吗 所以其实一直以来就是这样的 表演者由于戴着面具 他整体就不可以讲话 同时其实好像还有一种说法 是这个恐惧的背景音 音乐乐器以及念白对话 都是来自于泰国传统的 皮影戏艺术 所以这也就能理解 为什么舞蹈演员们在舞台上 是不可以讲话的了 就请我的两位小老师来教教我 几个恐惧的招牌动作 太棒了 兰花纸 翻过来 这好像有点歹足 孔雀舞的感觉 这还有搭配 男女生可以搭配着做 在这体验了恐惧学习 虽然恐惧是带不走 但这种体验感一定会在我心中留存很久 在泰国 恐惧是当之无愧的国家级舞台艺术 据说泰国的很多小学都开设了恐惧的课程 所以来泰国旅游 欣赏一场恐惧表演 可谓是深度的打卡体验 就算在剧场之外 恐惧也早已成为了泰国的文化标识之一 无论是机场还是街头 恐惧的雕像 还有恐惧面具都吸引着游客们的目光 感谢观看